郭氏并购案是一切的开始 这两份记忆卡中的内容合起来 牵扯出当年郭氏并购过程中的内幕 郭氏收购江氏以后 江源和吴义景成了最大的收益方 而郭氏集团却最终宣告破产 郭氏在并购江氏的过程中 审计杨东华发现了账目有问题 结果杨东华夫妇便遭遇车祸身亡 当年警方简单把车祸定性为交通肇事 案件就此终结 司机赵德铸也因此入狱 但这起案子已经在审了 据赵德铸供述 真正背后的指使者 其实是吴义景 吴义景还涉及让胡方权杀了魏清凌 林薇薇为了帮吴义景脱罪 找人假扮杨哲干扰司法 住警提供的优盘证据令 证明林薇薇律所多年一直参与洗钱 洗钱的幕后主使者是王达 但依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当年郭氏并购案中的 会计雷万突然死亡 随后吴义景自首 供出自己杀死雷万 是受王达所迫 同时扯出了中益集团的并购案 幕后主谋也指向了王达 吴义景的U盘里 记录了这些年王达的所作所为 和大部分的项目收入 而这些具体的项目收入 和住警提供的U盘里 那些不明数字 既然能够一一对应上 这应该可以证明 王达确实有犯罪之势 成了 两个关键的犯罪嫌疑人 都供述王达 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有两种可能 一 王达真的是背后注目 二 林薇薇跟吴义景串供 无限王达 他们两个有这个动静 因为当年王达亲手 害死了林薇薇的妈妈 突破口就在那辆黑色的 奔驰车上 没错 而且这辆车当时出现在了 我父母的车祸现场 根据调查 这辆车归王达所有 后来他把这辆车 转送给了吴慧兰 也就是林薇薇的妈妈 吴义景的妹妹 到这里 王达这个真正幕后黑手 才逐渐浮出水面 王达伪造自己 不在车祸现场的证明 恰恰说明我们的判断 是正确的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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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告得住 杨东华出门了 你赶紧 到和平饭店路口等着 按计划行事 你不在乎 快快快 给江源打电话 快 喂 雷温 你怎么办 哄什么 这些日子 我跟任律师收集了一些材料 找到了王达犯罪的证据 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当年的那起 郭氏并购案 因为担心东窗事发 所以沈济杨东华夫妇被设计谋杀 但是案件的性质却被定性为交通肇事 肇事者赵德铸购人 这起车祸背后的指使者就是他 吴易景 近日 郭氏并购案的会计雷万突然死亡 吴易景也已经自首了 供出了当年郭氏并购案 车祸 雷万的死 以及现在 中益集团并购案的背后主持者 就是他 王达 加上林薇薇的供述 王达这么多年 一直在利用他的律所洗钱 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这个优盘是张有信给我的 也就是吴易景给宜兰的那个 这上面记录了王达多年 非法交易的犯罪事实 而这些具体的项目收入 跟住景给我们的数字 都可以一一对应 归报完毕